嗨各位我是金川儀 诶没有想到过了三个月左右 我们又要来推荐Disney Plus的动画啦 自从去年Disney Plus正式登陆台湾之后 他们就引进了很多精彩的动画阵容 上一集呢我们介绍了灰夜、间谍、轻炉、黑炎以及夏日时光 今天我再来推五部不那么大众比较特别的动画给你们啊 大家看到这部影片的时候 没意外是接近国庆假日期间哦 那你们要是廉价闲无聊 就可以考虑拿以下这五部出来看看哦 OK 照慣例如果你喜欢这类排解你追翻荒的节目 看清使用超级感谢之初阐出更多相关的内容 要是你想在十月这个动画大约找到志同道合的伙伴 那也欢迎你加入DC群金川儀的大脑哦 好的废话太多我们进入正题 首先呢先来一部你只能在Disney Plus上看到的 四叠半时光机蓝调 呃对这名字有些人或许听过的感觉又好像有哪里不一样 对不对 来超简单的解释一下 有既视感的各位你们认得的我想是四叠半神话大戏 讲述废材主角我 与大学生活中遇上的各种奇人意识 作者三剑灯美艳 对没错就是游顶天家族企鹅公路还有春宵苦短少女前进把这几部的原作者 而这一部四叠半时光机蓝调呢就是三剑老师与上天神创作的时光机蓝调合并推出的特别作品 讲述主角一行人为了一只冷气遥控器而穿越时空的故事 然后各位观看画面应该能感觉到这是一部超级变波像的作品 跟机关枪一样快的台词 天马星空的画面以及几乎意识流的叙事 说实在做成这样瘦肉你不用讲也是老师 小到靠北 不过四叠半系列的核心一向是表达每一个到大学时前闷骚男子 好吧不一定是男子 他们内心混乱了情绪欲望以及妄想 嗯虽然说本作的我真的就是一个满腹牢骚却又缺乏胆量整天光说不做的废亲 但是当你开始可以从主角身上看到一点自己的影子 你就会逐渐陷入本作那怪奇的频率 其他那些主流作品提供你的是有关青春的美好想象 然而四叠半他所展现的那些微不足道的烦恼 反而才是大多学生们的真实写照也说不定了 OK第二部我们看到的动画是来自深渊 是的打从2017年推出第一季开始 来自深渊作为圈内偏猎席 但也不是说到真的会掉散植的那种黑暗系动画 很快的就养出了一批整奶粉啊 而本作用一句话形容就是 小萝莉与洛克人深入巨大深渊的冒险 这一种基于幻想世界观的写食求生剧在现代超级少见 虽然说深渊里面的规则是虚构的 但在冒险途中 立可跟雷格随时都必须面对粮食 排泄 处理伤口等等等等 一般的冒险漫画大多会选择直接跳过的问题 因为这些东西看起来就是没有那么精彩刺激嘛 可是也正因为有这些露骨恶心的细节 才使来自深渊的世界观是如此的有味道 主要角色清一色是小男生小女生 与深渊的残酷形成强烈的对比 再加上作者不输黎明清那满满的父爱 一部真正的暗黑奇幻冒险剧便由此诞生 现在Disney Plus上来自深渊第二季上到第五集了 第一季也即将在10月19号上线 各位想要入坑的观众或许可以试试这个管道哦 第三部 排球少年 OK 那小排球从我快两年前做过一集影片之后 就时不时会提到 我自己是很喜欢排球少年的 原因我一直以来也都表示的很清楚 如果你没听过我这儿再讲一次啊 对我来说 排球少年的一切 建立在人家的诚恳之上 这绝对是少年漫史上极少见 坚持不用纯反派 嗯 也就是那种坏心眼 呲牙咧嘴 明明是靠作弊赢的却还是一点得意一点羞耻心都没有的家伙 愿意把所有人都描写着值得同情淘血的作品 故事整体环绕着一股很励志很正向的氛围 好吧 事实上在排哨里面那种乍看之下 不淘气会耍一些小伎俩的队伍也是有 但是你可以自己先去看一下那一集 然后再回来告诉我你讨不讨厌那一支队伍 好啦 我知道人的喜好真的是千百种 可我相信在场知道在说什么的答案应该都是不 这更显示了古关老师对于所谓运动家精神的坚持哦 说实在 排球少年给我最直观的感觉就是这真心细部很暖的动画 每个人都很nice 每个人都很可爱 哇 大家都好努力 个个都是人才 说话又好听 超喜欢在里面的 他的暖水就在你心里 一直滴 一直滴到特定及格点的时候 不 不知道为什么就突然满出来了 哼哟 怎么那么感动嘛 DISNEY PLUS现在有1到4季拍球的完整动画 可以看剧场版上个月确定要制作啦 想要赶上FINAL末班车的观众快从DISNEY PLUS上开始慢慢追吧 第4部 海兽之子 本作大致上是讲性格孤僻的女主 她与两个来自大海的小帅哥兄弟邂逅的故事 嗯 开头蛮有那种少女遇见美少年人鱼的奇迹夏日恋爱电影的感觉 但没有 海兽之子就是一部妥妥的艺术片 我敢保证 这部的主题曲都比电影本身还要红100倍 是的 海兽之子的主题曲就是米金玄师的海之幽灵 诶 我一定要讲海兽之子 我当年是有进影厅去看的 我还记得电影结束 每个人站起来的时候 我有听到一声超大声的 嗯 反正我本来就是来听歌的 呃 不得不承认 米金其实也是我看这部片的很大一个动力啊 我非常喜欢海之幽灵那种很难以形容的庄严素木 令人不禁充满敬畏的感觉 而这说实在 跟看海兽之子的感觉其实几乎是吻合的 你不能奢求去看懂里面的每一段剧情 尽量抛开逻辑去感受每一个画面带给你的感觉就好了 因为海兽之子的画面真的只能用惊人两个字来形容啊 仿佛是一张张动起来的铅笔加水彩的画作 你看那个完美捕捉了原作神韵的人脸 还有这个千变万化的水体 以及那个剧场版必备让你看了肚子超饿的作画食物有没有 可恶 每次都迫害我只想看电影空手进去等 虽然说已经不能在影厅体验最原汁原味的震撼啊 可是既然Disney Plus上了 那我还是十分推荐大家用大电视欣赏这部不可多得的艺术品 好的 最后一部竟然破例又是夏日时光 有看上一集影片的观众一定知道夏日时光我当时是放第一部介绍的第一个 那为什么第二集我又要放到最后再聊一次呢 那是因为夏日时光终于出完了啊 我得说这种悬疑推理类的作品你能一口气从头追到尾才是最爽的你们知道 各位大概有听说过夏日时光在这类死亡轮回期的作品里面 算是很聪明的一部 主角智商时常在线且跟反派之间的攻防激烈越演越精彩 先说我自己并不怎么认同主角智商高等于比较好看这种观念哦 像瑞琳她的卖点是在展现恐惧跟猎奇上的 所以剧情要考验的当然就不是486脑袋而是散直 不过 对 夏日时光她后期就彻底转型成了类似99的制斗漫画 主角会开始有战略性的利用轮回能力 反派也有相应的应对措施 看到后期主角全面对魔人准备越来越万全 那个作战越来越缜密 从一开始被秒杀到后期变得势均立敌 这一整段爬坡的过程看的真的非常舒服 尤其是最终战前 主角竟然去回推轮回的存档点 把需要的东西直接传送到敌人的命脉底下 堪称全剧数一数二精彩的神仙操作之一 诶 摸着良心讲夏日时光有没有剧情Bug 或者真的有点太方便的地方 说实话还是有 像我觉得最终Boss到后期真的是有几个地方完全是在赖皮 好 你说了算 但依旧本作绝对是今年前十等级优秀动画之一 如果你看完这部影片决定要利用廉价来追夏日时光 那Disney Plus上已经更新到第十七集了 演到这边剧情就已经进入后劫高潮 一口气看到这里一定让你欲罢不能啊 OK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啦 我是景川一 这一集我花了比较多时间讲那些风格偏特殊的动画 像海兽之子 如果没有这一次机会 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拿出来聊了 各位看以上几部有没有特别感兴趣的呢 留言告诉我吧 除了以上这五部 这边也推荐朋友游戏 五人好友因为失窃的两百万毕业旅行费 而被丢进一个密室参加还债游戏 究竟是谁偷走了两百万 这之中到底谁是真凶呢 这种考验人性哦 与我炸的剧情真的很适合在万圣节大家聚在一起看啊 他们今后也会持续上架更多有趣的作品 例如众所其爱的Spy Family第二季度 也已经确认会同步上到Disney Plus上了 有兴趣的朋友 千万不要错过哦 我是景川一 我们下部影片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